哈囉哈囉 大家好 我是今天喵喵咪大戰爭時間來 好 那今天算我們6月1號的時候 大家登入的話應該就會知道我們的 小面都市跟我們的貓咪大戰爭合作啦 那最近我一大堆觀眾都一直問哲平說 會不會介紹這個活動 我跟你講啊 基本上貓咪大戰爭的活動 大家都不用擔心 哲平已經介紹到底喔 我們今天的話就來看一下我們小面都市 那 小面都市上一次來台版的時候 應該已經是非常非常久以前的時候了 那那個時候的話好像 嗯... 哲平應該還沒有就是那麼認真就是 在打活動關卡 因為可能就是在刷一些我們之前一些關卡吧 所以我應該是還沒有打過這些關卡的樣子 喔 所以這邊的話你看 全部對我來說都是new的關卡 所以這一次的話 嗯 有得介紹了喔 那這一次我們這個小面都市的話 應該也有卡池啦 對 這邊有專屬的一個 角色的卡池 那 基本上每一個這個 呃 活動卡池的話都是最後倒數兩三天 或是四五天的時候會有一個那個 超級比總 所以大家也不用那麼的緊張喔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的能力 因為我們之前日版好像已經有跟大家介紹過 不過目前來說因為 日版可不可以看不太懂日文啦 所以我們就用正文版來跟大家介紹喔 這幾隻我記得日版的時候我們都有抽到喔 那第一隻角色是我們神域少女小雪 高攻擊力與超長射程千倍的角色 可以給予漂浮敵恩超大的傷害 進化後的話也是一樣 所以他是一隻能夠打我們漂浮敵恩的喔 然後再來是我們狂亂的小雪 啊 都是小雪欸 呵呵呵 高攻擊力與超長射程千倍的角色 可以給予紅色與黑色敵恩超大傷害喔 所以他的那個狂亂的小雪的話 是能夠打紅色與黑色敵恩超大傷害的 所以聽到他都算是能夠打超大傷害的角色 也還不錯的感覺 而且是那個長射程千倍的角色 遠攻距離的範圍角色應該會不錯喔 再來是我們失去世界的小雪 到底有多少個小雪啊 甚至少長攻擊力率超高的角色 可以給予天使敵恩與異星敵恩超大傷害 所以這三隻小雪的話都是算是遠距離的那個 給大傷害的角色應該還算不錯 然後唯一個一個少年這個蒼蒸好不好 沒什麼太大的興趣好不好 高攻擊力與超長射程千倍的角色 有時候可以使天使敵恩與異星敵恩動作變慢 使攻擊力下降喔 算是一個能力值就是能夠 給一個debuff效果的角色啦 所以我覺得抽到上面三隻小雪的話 應該都還算是 蠻不錯的喔 這個大家可以來拚拚看 那這一次有一隻就是全新的角色是我們這隻吧 蒼蒸貓吧 應該是喔 這一次新出了一個蒼蒸貓角色 應該是 好吧我都忘記了 然後這一次那個超級稀有的小雪全都可以三接進化 唉唷 吼 那這個就好玩了 這個就有戲了 所以到時候我們看一下能不能把三個小雪全部抽出來喔 好 那我們計畫就先來開始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關卡啦 那通常來說的話 最下面的關卡應該就是我們的 最簡單的關卡全部有七個關卡喔 然後應該是也有三個星級喔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這全部三個關卡 那我們就從 先從我們消滅都市失落的世界開始來玩一下喔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它是積分獎勵制的關卡啦 所以應該是 可以用速度不虧來打一下喔 我們看一下今天能不能一次衝到就是 這七個關卡全部打完 用這個速度不對應該是可以的 然後開個加速 得加補一波 好 最高分是九千分 來看一下從消滅開始的故事裡面是有四個問號 看一下裡面會長什麼樣子囉 GOGOGO 那這邊的話 前面應該是大寬四貓就沒問題了喔 然後它的音樂是沒有改變的喔 所以基本上它沒有就是 換上這個遊戲的音樂 然後是那個很久不見那個摩托車 哥哥好不好 直接被我們打死了 哈哈哈 取得九千四百五十七分沒有問題 最高分 那這關卡有七個關卡啦 所以基本上我們打快一點喔 再來是我們的送貨員拓爺 最高分是八千分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個問號也太多了吧 最近好像很少看到就是這麼多個問號的關卡 不過這個關卡居然有八個問號 不過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好這邊大寬四貓給它撞起來 這邊 獅子 不是獅子 那個鱷魚啊 袋鼠啊 星星企鵝啊 跟我們這個送貨員拓爺啊 河馬啊 全部都出來 然後一隻大寬四貓應該也沒問題吧 感覺有點小吃力 不過看起來目前應該還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喔 應該是OK的 戴救骨得使喲 沒有問題 撞掉 但這邊的話基本上一隻還是稍微有點麻煩啦 畢竟有八個那個敵人喔 然後直接扛在那邊也是蠻麻煩的 不過取得八千三百四十五分 還是最高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八千分最高分 再來第三關 神秘的少女裡面的話最高分也是八千分喔 那這邊的話問號我們越來越多了啦 這問號真的是超級無極多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個變九個問號了好不好 好九個問號這邊的話呢 應該都有一個那個售貨員拓爺啦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們這邊的話就大寬四貓給他撞下去啦 撞起來撞起來喔 這邊變成小雪了 而且其他角色的話變成就是我們紅色的敵人 但是我們這邊基本上好不好 大寬四貓沒有問題直接撞掉 後面好像還有大象耶 但是我們直接撞掉了 所以基本上前面的第一個異星關卡 我覺得用大寬四貓應該就可以全部撞掉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再來是我們的第四關好不好 good cat bad cat好不好 最高分是八千分 好貓跟壞貓一樣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這問號真的都太多了吧 這關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問號會這麼多啊 沒有關係 其實他的背景還算是滿美的耶 就是一個那個 呃高速公路上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消滅都市喔 我有去玩過他的那個二代好不好 一代的話我是沒有玩過 我一代有點像是那個 就是吃那個豬豬的遊戲 然後到最後再跟別人對打那種類型的遊戲 我覺得也是滿有趣的啦 這個遊戲喔 不過因為我不太喜歡玩就是 已經錯過很久的遊戲 比如說像 呃FGO啊 或是一些已經出了很久的遊戲 我就不太會喜歡去玩 因為他們就是 感覺會落後別人很多啊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獲得了拓野與小雪喔 沒有問題 明天的話再讓他來打一下 我們接下來的關卡 我們讓那個拓野與小雪 來一起打一下關卡喔 好這是我們的第四關解決 然後第四關的話最高分是八千 再來第五關 你覺得我是隻很麻煩的貓吧 最高分是八千分 裡面的話問號一二三四五六 剩六個問號有面漫變比較少的感覺了喔 然後你覺得我是隻很煩的貓吧好不好 還好還好 我覺得貓咪真的超可愛的喔 沒問題衝起來衝起來 然後衝起來衝起來 一直撞一直撞 然後這邊的話敵人是我們的黑色敵人 還有一大堆那個狗狗 拳拳組合 哇 欸欸欸 這邊開始感覺好像 獅子貓有點扛不過了喔 那我們要換我們要換陣型了喔 他母特增田興村衝出來了喔 哇 那個狗狗群直接把那個獅子貓 打得有點吃力耶 所以這關的話開始到我們這個 第五關開始喔 要用單用獅子貓的話 可能就稍微比較尷尬一點點好不好 你覺得我是隻很麻煩貓 這邊的話開始就 有點難搞了 因為裡面有我們那個就是 臘腸犬犬跟貴賓犬犬還有鴨子喔 但最高分是8000分 我們還是取得了 再來是我們的貓咪計畫喔 貓咪計畫就有 就有稀有券了耶 123456 第六關就有稀有券了 太爽了吧 7500分 所以這一次的話 這個第六關有稀有券 然後最後一關的500分又有稀有券嗎 那 總共有兩張稀有券 那如果他有三星關卡的話 就是有 欸 123456張稀有券的感覺喔 會不會太爽 感覺會很爽耶 再來是貓咪計畫兩個兩個問號而已 然後 最高分是7500分 那看來這兩個問號應該 應該蠻恐怖的喔 沒有這麼簡單了 來看一下裡面是什麼 應該又是我們送貨員拓野吧 然後還有小雪 然後這個的話應該會非常多隻拓野的感覺喔 我記得我之前看 好像有一個關卡就是超級無疑多拓野的 有了來就是這關就是這關 一堆摩托車騎士啊我的天 哇 欸其實我在想欸 如果你能飛的話是不是很輕鬆啊 因為他就飄著然後到處飛 是不是比我們走路還要輕鬆啊 這個我不知道 還是其實你在飛的時候是需要一些能力的 就是比較需要一些零能力之類的 所以你的精神還是會消耗這樣子 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有一天能夠飛的話 你會 你會不會比較輕鬆這樣子 OK 這邊的話應該還是沒有問題啦 用我們的速攻部隊直接撞下去喔 痛嘎沒有問題 貓咪計畫7546分取得 有帽有券就是好關卡 然後再來是我們最後一個關卡喔 最後一個關卡的話基本上 500分 欸沒有欸 所以他最後一個關卡就沒有稀有券 但是他第六個關卡有 然後最後一個關卡基本上的話是2000分喔 看來這關卡應該是很難 所以他才給我們最高分2000分就可以達成 那他可以拿到我們寶物雷達 跟我們XP還有貓咪轉蛋券喔 然後裡面的話有123456789 9個問號好不好 看一下我們到底能不能取得我們2000分 應該還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啦 我覺得喔 哇很恐怖唉 唉你看那地圖上面是一個超大的黑洞的感覺 這個關卡地圖不就是我們的超激男關卡的地圖嗎 就是那種就是 比如大誇爛系列阿巨神貓的地圖阿 或是一些很恐怖的地圖才會有的東西 喔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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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這個假的 居然塞了一隻噴噴老師進來 哇沙哇沙 完了完了完了 還敢用速攻隊伍打噴噴老師啊哲平 哇這GG 哇 而且這個 這個音樂好像也有改變欸 我這不行了這不行了這可能要 用其他方法了沒關係 那我們就用漂浮陣線來打一下因為小雪的話他應該也是 漂浮敵人吧那我們就用那個 學真會長來打一下好了應該是還行吧我覺得 學真會長來打一下啦好不好 我們就用我們的 超強組合然後再用我們的 那個學真會長因為他是打我們漂浮敵人的 順便讓他出來晃一下哈 啊 會長出來晃個啊就是舒服 好沒問題 失落之地超級難這關卡也沒有噴噴老師啊所以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建議大家還是不要打那麼快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們待會的話就把我們學真會長出出來應該是就可以了結這些事情喔 感覺喵魔應該也可以跟他們單挑啦這個大款小貓先出去一下哈 出去出去 然後把我們這些升起來 喵魔GOGO 大款小貓 打起來打起來 我覺得那個送貨員拓也也是一個蠻麻煩的角色欸但是 看一下喵魔吧感覺喵魔應該可以把他們給KY好不好 單挑之王不是叫假的耶 啊然後這邊話在叫我們學生會長女出來 太強了學生會長女僕了 好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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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沒有啊音樂是一樣的 可以嗎女僕喔不是可以嗎學生會長 你可以吧你可以的吧 我們這邊沒有帶上太多的那個 太多的那個盾牌喔我要學生會長GG 啊可以可以可以被喵魔打死了 這音樂好像有稍微改變一點點啦我我聽得起來好像跟我們之前那個 逆搭步音好像不太一樣 可以喔 這2000分對我來說應該還是有點定太低了好不好 我們的隊伍 沒有問題的好不好 失落之地超級難拿了5217分啦不過最後一關沒有我們的那個 蠻可惜的沒有我們的金券蠻可惜的不過他是在我們貓咪計畫這邊拿到了喔 那我們出去看一下這個是不是有三個星級的關卡應該是有果然是有好不好那 明天的話我們就繼續再跟大家介紹後面的關卡 二星關卡我們就用我們剛剛拿到的那個拓野&小雪進去打一下 進去取一下我們摩托車囉 這一次活動關卡我覺得也是還蠻好玩的而且 應該是隔了非常久因為我之前就是 從我那個巧克力之後的那個活動開始我每天都有拍嘛但是 這一次的這幾個關卡我基本上都是對我來說都是new的 就代表這個活動應該是在我還沒有拍貓戰就是以前的 關卡我還沒有開始就是 那麼認真玩貓戰的時期喔所以大家的話都可以跟著平一起來體驗我們這個好不好 笑面都市的活動關卡啦 那今天我們這一次笑面都市的合作你很開心的話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明明知道是請中午時點個晚上的影片晚上的影片晚上的影片給大家看一下啦 要去影片再見囉大家掰摸啦 掰掰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